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今天這個已經是第十集了 我其實真的蠻希望能夠在第十集結束的 因為這樣可以留下一個好像比較完整的感覺 不過看起來不太可能 可能至少要到十一集或十二集才會結束吧 欸我現在在 喔是要往這邊過去 我要先換一下裝備吧 就拿著徽章盾然後 就換成那個吧 欸...Hardware戒指 然後就可以出發了 好 衝吧 這邊先有一個啊 都故意躲在那種很陰險的地方 這個就用弓吧 下面有四隻怪物 吸引過來 不要一次就被四個圍攻了 一次同時被四個圍攻非常危險 欸快點過來快點過來 欸差點掉下去了 OK 欸這還沒死 OK 再來是兩個 嘿 被刺 OK 這邊有個電梯可以上來的地方啊 嗯... 等一下走下去就會有電梯了 這邊有兩個 不要打到真的很痛 千萬不能夠 被他們同時打到太多 那邊有個法師啊 黑魔法都是非常暴力的 他們那黑魔法真的太暴力了 嘿...欸... 這不會擋住他的黑魔法 我的耐力條幾乎都快沒了 好 補血 快跑吧 希望這一集... 嗯... 覺得這一集好像可能只能打一個BOSS而已 還是快跑吧 前面這邊有個寶箱 這是一個...寶箱怪 箱子怪 他叫什麼名字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嗯...沒關係啊 嗯... 在這邊先把這個弄出來 來吧 居然往後跳 哇... 這個也把他弄過來吧 中 死吧 死吧 前面有個法師啊 他就放那個很恐怖的黑魔法 OK 廢刺 哇... 順利的走到下面這邊來 這邊等一下我們要先去拿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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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一個人 他是人嗎 應該是吧 古代人 OK 然後我就要用個隱形身軌直接跑過去了 快跑 下面這邊的怪物還蠻多的 而且我重點只是往這邊跑而已 不是往那邊跑 這邊跑是要去拿一把鑰匙 哇... 就要砍三刀 接下來是這邊... 翻過去就可以 被刺 然後先把... 障礙都清掉 欸 OK 再把這邊這一隻解決 要拿的那把鑰匙 就在前面這個寶箱裡面 不過是由一個寶箱怪 守護著 OK OK 可以走了 從這邊就可以從屋底那邊直接繞過去 剛剛下面那邊有很多怪物的地方 直接繞過去了 其實他們應該不會出來 對不會出來 然後在這邊的話 要把... 有電梯可以上去 就是這條...進路 再下去吧 這個背景音樂都是尖叫的聲音 誒 發生什麼事 哇 他從那裡來的 這個傢伙從那裡來的 天啊 他... 他...奇怪了 還好 還來得及反應 不然再被他打到一下 大概就死了 居然從背後偷襲 啊... 應該沒了吧 隨時要注意背後 這個... 稍微樓梯往下走一點點 左右兩邊就會有 怪物一起就會過來 咦...沒有來 咦...沒有來 我來了 剛剛是卡住了嗎 啊... 前面兩個法師同時站在那邊 就不要過去跟他們硬碰硬了 在這邊遠處 用比較... 陰險的方式解決他們 哦...他死了 哦...他死了 接下來是這一隻 想跑過來 來 OK 接下來前面... 有一個裝甲非常厚的傢伙 恩... 換一個... 大盾吧 嗯... 哦...對... 好吧... 沒關係 引燃烈火來燒他 還是用那個好了 狂紅龍灰 再加上... 一萬頭罐好了 OK 這樣我的... 法術傷害應該就提升不少 這個傢伙的... 攻擊力也... 還蠻恐怖的 還好燒他兩下就會產生硬直 OK 然後再換回來吧 然後再換回來吧 這個盾牌也可以換回來 往下走 把電梯弄上來 然後會有一隻... 小雜兵跟著來 哇 為什麼被他打到 會這麼的痛 好...下去了 喔... 終於看到有玩家的留言了 似乎有亡靈 哪有... 不要亂說 哦... 根本沒有 這個呢... 要有士兵 他在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 趕快下去吧 太陽萬歲 呃... 快跑吧 結晶西 可以 好像也很難砍中他 OK 然後接下來是... 啊...這邊 有好多隻小兵都躲在... 黑暗之中 其中有一個是法師 千萬不要打錯 打到法師就不妙 欸...我這邊lag好像還蠻嚴重的 還有是不是太暗了 嗯...也...好像還不能... 調那個 好...沒有關係 這前面... 這一個是... 小兵 在那個非常黑暗的地方有一個... 法師啊 那法師的傷害都非常高的 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 這一個是... 小兵 小兵的頭才會晃來晃去 那法師的頭是不會晃來晃去的 OK...好像還有一隻小兵吧 看一下 喔對 後面那一隻是法師 這邊這一隻是小兵 來吧 哇 這個應該要換成... 文章盾吧 徽章盾 好...快跑 哇...哇... 黑魔法太恐怖了 被打到會笑我都快死了 他那黑魔法真的太流氓了 他那黑魔法真的太流氓了 可以往下走啊 欸...這是什麼 似乎有陷阱 就是說剛剛那一群人吧 把他們解決了 下面還有一隻 還有在這個深淵這邊 很容易lag 用電腦 我這個是用電腦玩的 電腦玩很容易lag 下面那邊全部都是人性啊 就是我們常常抓在手上捏爆的東西 不過在這邊他們都比較大隻 我們往這邊去吧 這個...貓 大貓 他在給我們指示 因為這是古代嘛 所以其實 有那個灰色巨狼西夫小時候 被窮盡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去把他救出來 來 哇 這個你舉盾都沒有用 他會直接從你的身體穿過去 然後你就收到傷害了 OK 這邊有個隱藏門 再去 左閃右閃的 不要跑 哇 大隻的來了 小隻也來了 哇 好吧,他刷下去了 好像都打完之後 然後他這個封印就會解開了 灰色巨狼吸附小時候,是的 所以如果我們先來救他才去打他的話 他那個 遇到他的時候那個動畫就會不一樣 好吧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他那個 他那把劍 在許多年之後 跟著他的體型一起長大 這邊又一個捷徑 走出來之後就是這邊了 這邊過去是打阿爾特流石那邊 我們再下去吧 還好 這個lag害死人阿 快跑快跑 差點掉下去 這邊就直接往上走 可以往下走 但是我不往下走 直接去找BOSS了吧 還有這個傢伙 OK 再走這一段奇怪的路 我也不知道這代表的是什麼意思阿 他就是只有這條路能夠往下通到深淵 這一根柱子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往下走 就往下走吧 差點又要摔下去 不過這邊摔下去還好 好lag阿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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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霧門進去之後就要面對 大魔王 都不要背了 就這樣去挑戰他吧 就這樣去挑戰他吧 哇要40.5 就差那個 哎呀 那我就背一個 草紋盾吧 可以 呃 補血 唉 不曉得能不能順利的過關 來打了吧 那就是一開始把我們抓進古代的這個噁心的大手阿 打這個boss我大概又不能說太多話了 好來吧 來吧 一 front 我 暴霜 我 不曉得 你 放 vost 安 那 我 demande 被他逼到角落了 糟糕 快跑 哇 不能被他逼到角落 哇 開始放黑魔法 糟糕 好險 哇 這招來了 又是角落 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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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又把她救出來了 第二次救她 然後她居然在睡覺 所以她不記得是我救她的 好吧 沒關係 我們這個幫助別人嘛 不需要大聲的聲揚嘛 對不對 就這樣 DLC就只剩一個BOSS了 我們先回到烏拉席路市鎮去吧 OK 先來這邊休息一下 趕快去 劍用備刺 對誰用備刺啊 不知道 不用先上去 也不用先去找黑龍了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是阿爾特流氏的好朋友 一直在這邊 祭祀著 在緬懷阿爾特流氏啊 跟他說出話 當然不能 好 跟他講完話了 這個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要去打 是去打黑龍阿 那我想我就 現在這邊停了吧 我們下一集開始 就是先去打黑龍 所以今天的實況先到這裡 各位掰掰